在伦敦奥运会8月7号的赛事上 中国飞人刘翔将跑出第一枪 那这次呢 不知道两位老师对于他此次征战 2012年伦敦奥运会有何看法 我是觉得刘翔的这个经历 也确实比较丰富 有雅典的辉煌 也有北京的遗憾 事实上他已经完全证明了自己 包括本赛季 此前的一些成绩已经足够证明他的成功了 其实我觉得他来 这次来伦敦呢 并不是非金牌不可 某种意义上他来了就是成功 那不知道两位老师对刘翔此次的成绩 自己会有何看法和推测 像他刘翔他的实力是勇共睹的 他也曾在直面美国的几位 比较优秀学生的时候 都能够很漂亮的胜出 然后在刘金站 他也跑出过12秒87的 平世界纪录的成绩 只当是因为风速是超标 所以没有计入这个世界纪录 我想刘翔这次来 我们更愿意看到是一个人在 我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 黄董人亚洲人 落相的这种指导项目上的一种证明 至于成绩如何 最后的金牌或者是奖牌如何 这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 我们只要只是要展现自己 会os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